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收睇浩浩雙雙 我是節目主持人李偉才 今日的題目如果大家看到的畫面也挺有趣 就叫做侵譜現象之謎 副標題就是川粉究竟想什麼 可能 你隱約都會猜到我是說什麼的 但是我用的字眼 就是很古怪 不是一般你們看到的 什麼叫侵譜 什麼叫村粉呢 其實是否倒轉來說呢 稍後我會解釋 不過在此之前 我也要有一點點糾正 就是因為 上兩集我就是講 一生必聽的交響曲 在下集中我有提到柴可夫斯基的曼芙禮交響曲 Manfred Symphony 他的靈感就是來自雪來的詩篇 這是錯的 我口快快 其實我講的時候我也覺得有點不妥 不過現在的記憶真的很麻煩 其實我當然知道了 我很多年來都知道的 但不知為何當時說的一時間就 想不到正確的答案 隨口說了另一個詩人就是雪來 但其實他是來自拜倫的詩篇才是對的 好了 講完了 回到今天的主題 我剛才說為何會把那些名字撈亂 完全是為了避免黃標 因為過去這麼多個星期 可能大家一直有看 我還知道我很多集都被黃標 所謂黃標 原來這個題目在時下來說 屬於很敏感的題目 就會影響廣告 即下廣告的公司 不想下廣告 你就不會有任何廣告的收入 這樣 說真的 我不是為了錢大家都知道 做這個節目 但也是麻煩的 因為我這個中編 負責我這個節目的好朋友 天馬興 他會跟我上訴 上訴一段有時就得席 但多數都是 維持原判 可以照出 但照出完全沒有廣告 為了這麼麻煩 避免黃標 於是我就特意避免了敏感的詞 你知道這是什麼敏感的詞嗎? 因為現在 大選在職 兩個老人家對女的東西 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你一接 所謂觸及這個題目 特別不僅是字眼 包括圖片 馬上就會黃標 所以 因為今集我都不會有圖片 基本上 一會兒都會只是說 不需要有圖片 文字方面 我預備了一個 文字稿 文字稿 不需要打出來給大家看 所以大家一會兒只會看到我的大頭 但今天我真的很想和大家一起去解答一個很大的疑問 困惑 為何好像 我把我撈亂來講 川普 有時候我們就這樣叫川普 我不知道會不會這樣說 也會黃標 很誇張 現在我覺得很荒謬 真的 一旦都黃標 但是為什麼好像他這樣的人 是會 有那麼多個要死忠的粉絲 是不是 當年投票還可以擊敗希拉莉 成為一個總統 雖然做了四年之後 於是就被轟了下台 但是他又捲土重來 而且很多人預測 他是有機會 獲勝 再出任美国總統 糟糕了 為什麼 有些人都很簡單說 就是一個流氓總統 一個堂堂大國 為什麼可以出到一個流氓總統呢 如果只是把這些粉絲 我叫川粉 大家其實知道我們原本叫什麼粉 我特意撈完了他 你知道川這個字是台灣用的 的名字 香港就叫做三個 字 特什麼 但是台灣就叫川什麼 是兩個字的名字 如果你一味就說這些川粉 將它標籤為 這些人就是 愚蠢、武佬 或者所謂民粹主義下的盲目的群眾 甚至說他們全部都是 種族主義者、法西斯 這樣 其實是於是無補的 你這樣標籤 可能更激怒了那群人 他們更加覺得自己 是對的 還有留意一件有趣的 其實跟我們很多時候 又是五年前 我們說藍絲沒有腦 那些東西 但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因為藍絲真的是在淫威之下 有所謂斯德哥爾摩的症候群 所以有很多人來說 其實他們 你可以說不能選擇 或者自己和自己洗腦 其實他們是不能選擇的 但是 這群村粉 是有的 他們生活在一個 民主制度裏面 那裏是有普選的 他們是投票權的 但是他們是投票選出來的 這個領導人 所以絕對不能跟藍絲 的情況相提並論 為什麼呢 所以其實背後 是有非常深遠的一個 原因的一個根源 包括經濟上的 社會上的 文化上的 宗教上的 種種種種種的原因 今天就讓我們嘗試 去探討一下 好了之後 之後呢 我就會轉回 就來這裏 就算了 這個大頭 我就要召回我自己的 文字稿 好了 大致上我可以分為 軟因和近因 首先說經濟的理由 其實 說回軟因 大概100年前 上世紀的20年代 其實在美國 這個資本主義的 急速的膨脹 導致極大的貧富懸殊 叫做杜金的年代 那些富有的人 真是窮奢極恥 但是到最後呢 又是闖禍 出來了 最後呢 經濟又金融化 炒賣很厲害 搞出了1929年的華爾街的股票 大崩潰 引發了經濟大蕭條 是不是 但是後來呢 就是這個 羅斯福 年輕的羅斯福 Franklin Rusifel FDR 上台執政 為了挽救 經濟 力挽狂難於 季度 推出他的新政 New Deal 以一系列的 社會性 但是後來反對者 說他是社會主義的 手段 包括 在教育、醫療、勞工、福利等各個領域 所謂彌補這種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所帶來的惡果 這樣確實 挽救了美國經濟 雖然 不少歷史學家都指出 除了新政之外 真正挽救了美國經濟 令他更上一層樓的 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所帶來的 大量的資本的消耗和生產力的提升 但是無可否認的就是 二戰之後有三、四十年 美國奉行大致 仍然是羅斯福的政策 亦都是英國的著名的經濟學家 凱恩斯 所主張的政策 由此產生了一個 將公營的領域 所謂public sector 和私營領域 private sector 兩個都是並種的 因為我們叫做混合經濟模式 一個mixed economy model 亦都是一個 體現了一個比較困富的社會 我們egalitarian的社會 當年 譬如真的 六、七十年代 我長大的時候 都經常聽 無意中 聽到一些大人說 美國是一個很有趣的社會 他是一個 大學教授 甚至是一個 醫生 很高收入的 那間屋 隔壁那個 可能是一個水喉象 也不頂 是一些工人 住在一起 你知道我們香港不同 高尚住宅區 有錢人是高尚住宅區 窮人 就算 當時不是住木屋區 都是住工屋 這樣 所以是一個比較困富的社會 當然這個情況 不僅是在美國 在大西洋彼岸的英國和歐洲 都是一樣的 於是推行很多福利的政策 於是特別是在北歐的地方 他們更加推行一組 他們是有基本 有憲政民主 但是也是一個高稅率高福利的 一個這樣的社會政策 他們甚至叫做民主社會主義 叫做social democracy 就是挪威 瑞典 芬蘭 丹麥 這些國家 我們叫做Nordic countries 但是 就真的 到了70年代 首先 1971年 尼克遜把美金 和黃金脫鉤 這個影響很大很大 實在 那時候就是因為美國 牽涉越戰 泥足深陷 搞到國庫空虛 所以他發覺是沒有辦法 之前是和黃金掛鉤的 現在就變成脫鉤了 變成了一種叫做fiat money 叫做法定貨幣 其實某程度上 即是白頭片 說真的就是你相信我就可以了 當時 不要說當時 直到今天 你都可以說 你都沒有選擇 你要相信他 即是美金 講美金 但是 另一方面 當時歐洲 也是因為很多 工潮 工人 罷工 而經濟也受到打擊 而真正的 觸發點 當然是1973年 中東的石油 生產國家 他們組織成一個 叫做OPEC 的組織 即是產油國組織 OPEC 他們為了要維護 自身的利益 提升意見能力 於是跟西方 去商議 不是商議 來爭議 爭議 就是那個價格 到最後 談不完 於是在70年代初 1973年開始 實施石油禁運 叫做Oil Embergo 突然間使得 西方的燃油供應短缺 那些 真是入油的 汽油站 大排長龍 那些人 經濟大受打擊 雪上加霜 最後出現了 滯漲 Stagflation 即是 經濟停滯不前 和通貨膨脹 是同時發生的 好像有為凱恩斯經濟學 的理論 這兩項 是非此則彼的 不應該同時發生的 於是 這個一直強烈 反對凱恩斯經濟學的一班自由經濟學派 成勢作出反擊 於是很多提出 大政府被視為 問題的主要根源 而福利主義 受到猛烈抨擊 於是 主張大市場小政府的 兩個著名的 自由經濟主義學者 一個大家都知道 凱耶克 Frederick von Hayek 和弗利文 Milton Freeman 一個在奧地利 一個在美國 芝加哥 他們分別在1974 和1976年 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 令到這種自由經濟思潮 取得了主導地位 很快就幾年後 兩個都信奉這套理論的政治人物 一個當然是英國的戴卓爾夫人 Margaret Thatcher 和美國的朗奴烈根 Ronald Reagan 分別在1979年 英國 和1980年初 在美國出任 英國首相和美國總統 而同一時間 中國也是 推出了在鄧小平 主政下 改革開放政策 而所謂全面走資 即是走資本主義道路 所以 史學家 將這個重大的轉折 稱為新有回朝 The return of the new right 我們現在認識的世界 就出現了 很多人以為 李博士 你講完這些陳年舊事 即是四十多年前 和今時今日的世界 有什麼關係呢 有什麼意思呢 這就大錯特錯了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這個世界 絕對仍然受著新有回朝的影響 亦都是這個所謂 侵袍的現象 或者為什麼這麼多川粉 是和他有直接的邏輯關連的 當然說回這件事 就是說這個新有回朝引入的有什麼世界 如果我們用一個名詞來形容它 有人就叫做 市場至上論 或者市場萬能論 也有人就叫做極端資本主義 也有人的直譯 英文叫做 Market Fundamentalism 直譯就是市場原教旨主義 但是 但是 後來越來越多人就用一個字 大家可能都聽我說過 就叫做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 這個新自由主義 究竟 包括什麼呢 說真的在過去四十年有多 它是席捲全球的 包括 中國 包括 崩潰之後的蘇聯 就是俄羅斯 說真的 其實 現在大家都是死對頭 很多都是 你說俄羅斯 中國 那樣 但是其實他們所奉行的 都一樣是新自由主義為主的 經濟政策 現在的對壘 其實已經不是什麼 意識形態 經濟制度的問題 純粹是地緣政治的爭霸 大家要明白 是geopolitics Much much more than ideology 其實現在還在說什麼 什麼意識形態 不是意識形態 國族之間的 鬥爭 其實是地緣政治的鬥爭 是嗎 但是 說回新自由主義 他包括的內容是什麼呢 其實說出來 大家很多都耳熟能詳 他所謂市場的萬能論 就是什麼都要交託給市場 所以就是 一個 一大輪的私有化 的政策 Privatization 就是把大量的供應事業 水、電、煤、油電、交通運輸 甚至是醫療、教育、社會保障、退休保障等等 都是賣給私人公司 變成一盤生意 理由是什麼 基於利潤動機的 運作的私人企業 必然是教供應的模式更加有效率 而消費者也會有更多的選擇 因為你政府做就是沒得選擇 佛利文一本很著名的暢銷書 就是叫做 選擇的自由 就是1980年出版的 Free to Choose 與此同時 政府就要小政府 於是就不要監管那麼多 就叫做去監管 甚至是解除監管 英文叫做Deregulation 其實就是大幅解除各個行業 特別是金融業 這個才重要 很多法例的規管 理由就是 過度的監管 他就會扼殺這些行業的 創新的活力 從而影響經濟的發展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去監管措施 當然就是在美國 九十年代 那時候其實是 黑林頓 主政 他就是將1933年 就是因為1929年的華爾街 那個大的塌市 以及之後的經濟大蕭條 所以推出1933年的格拉斯 就是斯蒂格爾法案 Glass-Steagall Act 就是將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 嚴格劃分的 商業銀行銀行和投資銀行 以及投資銀行和投資銀行 不能混合在一起 這樣就是1933年 但是到了九十年代 有很多這些 金融界的 稅客 這些協助 協助 令美國政府 推翻了 Glass-Steagall Act 於是 兩者 不再區分了 以前來說 譬如 高曼薩 JP Morgan JP Morgan 你不覺得它是銀行 當然如果你是年輕 你就一早已經是 但是如果像我們這個年紀 真的 我們年輕的時候 美國銀行就是銀行 花旗銀行就是銀行 但是 摩根 高盛 這些美林 以前 新的美林 被人吃了 這些不是銀行 其實它是一些 投資的 機構 但是現在不是 根本就是撈亂 已經分不了 好的 也有很多人指出 說真的 這個90年代 推翻了Glass-Steagall Act 也是2008年全球金融海嘯的其中一個重要根源 好了 這兩個 另外 在國際的層面 不用說了 就是大力來推行自由貿易 所謂Free Trade 因為貿易 令到所有人都可以 走向富庶繁明 其實在某一程度上 是沒有錯的 這個貿易 往往是一件好事 促進大家繁明 但是你將這個變成一個意識形態 就是 奉為至高無上的一個原則 推到極致 又會產生很多問題 但是那時候不是 他正正推到極致 所有國家 必須開放他的市場 無論是進口市場 出口市場 參與全球性的貿易 所以 必須取消一切的貿易 關稅 以及一切的 貿易的壁壘 都要取消 與此同時 不僅是貨物 要完全自由流動 最重要的就是 資本也要自由流動 就是資本市場 叫做liberalization of capital 所有國家 必須取消所有外匯的管制 容許資本的全球 自由的流動 包括那些所謂熱錢 即是hot money 不用說了 這就是全面開放的產業市場 容許外國的企業和資金進入 本國 即是一個國家 投資和經營各行各業 包括關鍵的企業 交通、運輸、銀行業 即是金融、保險 各樣都是 好了 但是在上述的大前提之下 往往包括以下的政策 即是所謂新自由主義 真的是大力打壓工會的活動 不用說了 戴卓爾夫人一上台 就來 砌工會 無論是煤礦工人 鐵路工人 什麼都好 而列根一上台 當時就是 很多全國的機場 控制塔入面的 航空管制員 大罷工 列根又是來砌他們 到最後甚至是解散工會 因為 為什麼 就是工人的集體談判權 所謂collective bargaining 和罷工這些行為 被視為 會對自由經濟體系造成嚴重的損害 當然還有其他的手法 所謂分而自知 成立一些親建制的工會 不用說大家也知道香港也有 知道哪間也不用說了 親建制工會 所以 其實只是作為一個花瓶 另外就是提供所謂勞動力市場的彈性 就叫labor market flexibility 多漂亮 多好聽 但其實背後就是什麼意思 即是說任由 大企業 在賺大錢的期間仍然可以大幅裁員 是不是 所以我們現在常常強調什麼企業社會責任 其實是荒謬絕倫的 就是自欺欺人的 這些完全就是 廚窗粉飾的作用 以前來說 你說一個企業 真的好不行了 在虧錢了 他沒辦法被迫裁員 那就沒得好說了 大家都要明白的 但是現在不是的 現在很多大到不得了的企業 他隨時仍然是賺錢的 但是他可能說 我賺得不夠 或者說 我其實賺得好很多 但是我還想提升我的競爭力 就是因為有很多競爭對手 所以我大幅裁員 所以那時候有一種新的意識形態 為什麼 其實一個企業 對各方面的我們叫做持份者 叫做stakeholder 都有他的責任 但是到了90年代五制 八九十年代出現了一個新的意念 就是說 企業 唯一 有責任的 不是向那個stakeholder 而是 stakeholder 因為差不多的串法 也差不多的發音 但是差很遠 因為stakeholder 就是什麼 你的員工 是你的stakeholder 就是你的持份者 我們叫做利益相關者 你對社會 你的消費者 你的客戶 他都是一個 那個stakeholder 是不是 但是 stakeholder 就不是 實際上 是 股民 即是股東 我們對股東負責 這是我們最高 至高無上的 原則 這樣就糟糕了 完全一樣東西都是為了 托高股價 所以 真正的社會責任 無論是對員工的責任 以及對消費責任 全部都要靠邊站 只要你不犯法 或者甚至是 你犯了法 但是只要你走得掉就可以了 最重要就是股價 OK 就是經濟競爭力 另一方面 當然 很多來 大肆抨擊福利主義 Welfarism 去宣傳的 在美國 Welfare Queen 福利女王 原來 說自己窮到窮 又不做事 拿福利 然後去享受世界 所以 大幅削減社會福利 至少收緊各種福利的申請資格 真是煩到死 申請少福利 填多少表格 面試多少次 為這些申請 設下重重的行政關卡 原因當然就是 福利養懶人 當然 也是在稅制 這個最關鍵 尤其是過去幾十年 任何政府上台 最大的王牌就是 我會 減稅 其實就是推行低累進性 Low Progressivity 低累進性的稅制 本來就是當你的收入 越高的時候 稅率應該越高 是不是 這個就叫做累進性的稅制 叫做Progressive Taxation 當然如果你說 去到最高的收入 那些 天文數字的收入 你可能已經是徵收了大半的稅 這個就叫做高累進性 但是現在來說 在新自由主義下 沒有了 這個累進性就越來越低 例如列根 一上台就把最邊際的稅率 即是說最富有的人 收入的稅率是大幅降低的 最明顯的 甚至 但是他又說 政府的開支 又不夠 如果這樣 於是引入 其實就是一個累退性 叫做Regressive Regressive 因為 稅 對有錢人 是大拗痕 但是對中低收穫家庭 影響很大 所以這種 我們叫做累退性 就是銷售稅 或者叫消費稅 我們叫 Sales Tax 在英國就叫做Value Added Tax 叫做VAT 所以一方 你想一下 一件衣服 你加了 10%甚至20%的消費稅 其實對於有錢人來說 算是怎麼回事 但是對於一個窮等人家來說 就很重要了 當然 往往是直接向 有錢人和大企業 是減稅的 他的理由是 振振有詞的 他有一套經濟學 叫做供應面 經濟學 Supply side economics 他說因為這樣 反而會刺激 人們投資 於是就會促進經濟 經濟更加繁榮 更多人就業 怎樣怎樣 當然 亦都很多 當時 香港就是唐英年 他就是 大幅減低遺產稅 甚至取消遺產稅 香港已經取消遺產稅了 另一方面 陣陣有詞 他有很多背後的經濟理論支撐 解除租務管制 因為這樣才能達至最佳房屋的資源運用 另一方面 大力 當然在英國特別推動 居者有其屋 當時香港也是 希望鼓勵中低收入的家庭置業 說真的也有些學者分析過 除了背後 巨大的利潤 不用說 其實一個是不辨孫之於口的原因 就是 擁有物業的人 往往對任何激進的社會運動 都會採取較為抗拒的 態度 即是會較保守 就可以 鞏固 這個政權 是不是 好了 接下來要說 美國的所謂民粹主義 川粉 其實就是所謂全球化底下 已經有所謂剛才說過 自由貿易 貨物的自由進出 還有資本自由流動 還有另外一件事 就是 離岸生產 如果在本土的國家裏面 我們叫外判制 大家都知道 外判制 過去這半世紀有多 在香港已經是很普遍 以前是沒有的 100年前是很少的 200年前不用說 工業革命前期 但是 我很記得現在說起碼超過20年前 香港那些紮鐵工人罷工 那些真是辛苦錢 現在這樣的天氣 隨時中暑會死 有血有汗 但是那些紮鐵工人 因為那個待遇很差 他就罷工 罷工於是 接受訪問 我很記得 在新聞那些人 訪問 他們說你們是不是外判工 當然是外判 那麼 有多少判呢 其中一個工人的代表 他說 以我所知 我們是第九判 是不是瘋了 是不是瘋了 判上判上判上判 第九判 這個就叫外判制 但是對於國與國之間 即是跨國的企業 其實就是叫離岸生產 叫off-shoring 這個當然最大頭的就是美國 所有大企業 為了 降低成本 提升利潤 因為現在來講 交通運輸的費用大幅下降 科技發達 於是就把那些生產線 搬去 最先搬去墨西哥 便宜了 但是很快去墨西哥 那些就被中國搶光了 中國改革開放 80年代、90年代、00年 所有的廠全部去了中國 來生產 因為大家知道中國的人 基本上平均教育水平又高 那些人又勤奮 而且服從性又比較高 沒得罷工 你想罷也沒得罷 環境監管的法例又寬鬆 勞工保障 怎樣怎樣都是 所以其實這個情況 真的好像海嘯一樣 令到很嚴重 美國帶頭 當然英國、歐洲、其他西方國家 都一樣 就是去產業化 將整個國家的經濟 所謂工業的部分 涂空了 叫做Deindustrialization 當然香港也是 以前什麼大埔工業村 都沒有了 還有什麼工業 因為香港 其實都是一種離岸生產 不過它不用離岸 因為它在北面 回大陸 在東莞、廣東省 在內地設廠 所以這個 就是整個全球化浪潮的一部分 其實大家可能都知道 譬如很多名牌的 那些波鞋 例如Nike、Adidas 其實它們已經是一條生產線都沒有了 它不只是把生產線搬去大陸 或者可能去越南 或者去印尼 也不一定 但是它根本都不擁有的生產線 它全部就是 用這個合約 直接招標 就是爭崩頭 你用最低的價錢 投到我這份合約 你就幫我生產 當然它有很多條例的監管 就是品質控制 最重要 有QC、QA Quality Control、Quality Assurance 其實它們已經不直接擁有任何生產線了 這就是新的遊戲規則 已經是幾十年了 至於在公司裏面是怎樣呢 在企業裏面 推行全部是合約制的 以前請你回來 其實沒有說多久 你真的做得不行的 真的就是炒友 簡單 你公司有這樣的自由 但現在不是 現在一進來 你可以說事先聲明 有現在只是三年 或者很多時候兩年 有些單位上來就是一年 就是contract 到時看你表現怎樣 然後我才續約 所以對員工 是造成了很大很大的壓力 老闆叫你做什麼都要做 千萬不要得罪老闆 一年或者兩年之後 不續約 你突然間就會失業 這些就是合約制 不僅止 連政府也是這樣 基本上 以前 當然政府有很多都變成合約 有些就算不是合約也好 都沒有了一個長期的養老金 即是退休金 以前 所謂以前多久呢 你說太久也不太久 就是2000年 2000年 2000年 之前 入政府那些 還是有退休金的 但是24年前 2000年之後入政府的 已經是沒有退休金 即是我們叫長逢 沒有所謂pension 都沒有了 都是一樣MPF 那什麼叫MPF 這些所謂叫強積金 其實就是把這個 退休保障 這件事 就變為一個 金融的投資項目 也就是一盤生意 很多人都說 最終就是養肥了一大堆的基金經理 所謂就是搞MPF的基金經理 好了 當然不用說了 還有一班權威的 所謂的財經機構 或者那些叫智庫 聽聽 還會每年公佈全球各個國家和城市的 所謂經濟自由度 或者競爭力 排名 第一第二 每個人都很緊張 比如香港的競爭力 鼓勵他們 所謂白尺乾頭 更進一步 互相競爭 即是 創造 更加能夠吸引外資 更加有利營商的環境 剛才也說過了 最好越來越少 人工越低 越少勞工保障 越少環境保護法例 最有利營商 這些 某一程度上 我們叫沉底競爭 正所謂 Race to the bottom 留意上述的轉變 其實最先在美國 但也在英國 其實後來已經 不限於西方發達國家 而是遍及世界上每一個國 即是說真的 從20世紀末崛起的 亞洲四小龍 即是韓國 新加坡 台灣香港 到現在 21世紀的所謂金磚五國 其實 所有採取的 都是這個方程式 這個方程式 某程度上你可以這樣說 即是新自由主義的 這種資本主義 他是非常 善於創造財富 你可以這樣說 但是問題是 這些財富是益了哪些人 是越來越少數的人 是吧 某程度上他亦是善於創造貧窮 說真的 以前你想想 又以美國為例 一個人出來 去 做事 就算我在福特汽車廠做 譬如這個 譬如這個 你 分分鐘他已經可以養活成頭家 養妻活兒 一份工資已經養活 還存了錢 可以買一間小小的屋 然後可以 子女 公書教學 入到大學 這樣 但是現在不是 已經沒有這支歌仔唱 是吧 要兩個都出來做事 即是老婆都要出來做事 很辛苦 那些子女可能又要找 當然你又要有些外勞 特別是拉丁銳的 當然沒有非傭、印傭 但是那些男子 是吧 就來�給她們看著這 fotograf小朋友 但是這就是 naar兩夫妻 要兩個收入才馬上 有時還是祝琴見爪 同時來越來越多 利用用 借債度日 就是 Credit card 掃擠一拉 一張卡一牌 另外 小姐的子女讀書很差 以前很多大学都是免费的,现在当然没有这支歌唱 你就要有学生贷款,所以很多美国大学生一出来,毕业,都没做事 已经背了一大笔债,不知多久才还得清 与此同时不用说,因为金融一直占据经济越来越大的份额 很多投资者,房地产越来越热,楼价越来越高 所以那些大学生,以前可能要出来很辛苦存钱,10年左右 最多10年轻松一点就可以置业,现在根本都买不到楼 香港就不用说了,美国也是 所以这个转变是很紧要的,影响是很深远的 是说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 即是基于罗斯福的申政和凯因斯经济学 或者凯因斯革命所创造出来的一个困富的社会 基本上是被不断蚕蚕,蚕蚕到没有了五制 有些人甚至指出,这是一个权贵阶层 以及他们的御用学者,其中一个最著名的就是 是芝加哥的经济学院,或者是芝加哥学派 所发动的一场甚至是复辟 借用星球大战电影系列的术语,这是一场铺天盖地的帝国反击战 而至今大获全盛的当然就是帝国 当然大家知道背后也是很虚伪的 自由市场当然强调 自由买卖背后还有一个完全竞争的概念 有无数的所谓供应者和有无数的买家 即是供应者和购买者 这样才有一个均衡价格 但大家都看到现实当然不是 过去几十年任何行业 那个垄断或者至少是寡头垄断是越来越严重的 即供应商 可能以前是几十个 现在集中到去留了十个八个 到最后现在只有那几个 无论是超级市场也好 无论是药厂也好 无论是音乐的事业 即是以前那些唱片公司也好 或者是航空事业 什么都好 电讯也好 其实是越来越集中 企业这些权力 就是一种垄断的情况 但是也说到 要是自由市场 应该又按照市场规律 但是你想想 零八金融海啸 其实很多人都说零八金融海啸 其实就是有钱人请客 穷人埋单 也就是有钱人闯出一个大祸 穷车是极似的 为了贪婪、炒卖 搞出一个大祸 就要穷人来受苦 但是 多少爆了煲 除了第一个雷曼没有够之外 基本上美国全部都没办法 AIG其中一个 比如福特汽车公司 很多很多都是 竟然要投入巨额天文数字 第一个就是7000亿 就是当时 但是其实 后来大 重大很多很多 就是那些叫做QE1 QE2 QE3 QE无限就叫做量化宽松 就是来什么?来救市 英文叫Bailout 其实就是用那些纳税人的钱 就是来救这些 本应是失败了 他投资失败 投机失败 其实应该叫做不是投资 但是按照自由经济理论 这个市场规律 他失败就应该由他倒闭 优胜劣败 太弱流强 他又说不是 不是 这个知事看大 因为 你说真的 你如果把他任由他倒闭 很多人 可能这些积蓄 血本无归 很多人失业 就会完全动摇 经济体系 所以不行 那些叫做什么 叫做大到不能倒 叫做too big to fail 于是 最终就是 拿天文数字的这些纳税人的钱来救这些企业 所以很多人都说 这个新自由主义 其实背后是多么虚偽 他甚至说 其实真正的现实在美国 对华尔街实行社会主义 对普罗大众才实行资本主义 叫做socialism for wall street capitalism for main street 而甚至就叫做 利润私有化 成本或者代价社会化 profits are privatized cost are socialized 所以这个才是自由经济 所谓自由 新自由主义 那个标准运作模式 但是没办法 无论你如何批评这套新自由主义 多么虚偎 说真的过去40年有多 这个 经济模式已经可以说牢牢载制了整个世界 自由贸易资本自由化 你根本都很难走得回头 所以 如果在一个国际层面 当然还加上都没说 就是有美国的联储局 加息减息 还有世界银行 贷款 不贷款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 IMF 国际货币组织 就是说你这个国家 财政很有问题 差不多要破产 那我救你还是不救你 当然还加上刚才说过的各大信贷评级 机构 好像穆迪 标普 那些 根本已经牢牢 载制着这个世界 所以很多国家 最终搞到破产 大家知道 还有金砖五国之外 还有金珠 一只珠的珠 就是爱尔兰 冰岛 葡萄牙 西班牙 就是这样 那就要IMF来救 但IMF来救过程里面 他就要有非常严厉的 叫做结构性的 调整 计划的方案 又要你勒紧库头 大力来削减社会福利 公务员工资 这些 其实就真的引起非常非常大的反感 特别是当经济 一进入通胀 的阶段 比如最近就是 说真的 其实你这样印银子法 有什么办法不通胀 开头你就是为了零八金融开笑 这个 相对来说已经叫做近因 远因 就是一百年前 我刚才也说过 1929年 但是近因就是零八金融开笑 然后还有2011年的 阿拉伯之春 即是莫里花革命 待会会说到 不要这么快 说到零八金融开笑之后 美国更惨 大家知道 那些 次贷 房贷 subprime crisis 令到很多人 不得 不生的 迹速尽喪 香港也是 有多少人 可能大家不记得 我记得 当时零八金融开笑之后 我每次经过中环 都在很多银行 无论是中国银行 汇丰 特别是花旗银行 外面的辅助 外面的辅助 那些辅助 在这 真是 正是露宿 来去抗议 迹速尽喪 这样 亦有很多人失业 在美国还有很多人 痛失家园 那些 住的房子 被银行 要收回 因为你已经是 负资产 你也断工 这叫强泊 英文叫做 foreclosure foreclosure 就是银行 所以 其实 苦放是很惨的 就算你很辛苦 找一份工作 人工又低过以前 但是随着通货膨胀 不断加剧 你的工资 是完全追不上通胀 如果你计算通胀 说真的很多经济学家 已经分析过 二战之后 40年代末开始 50年代 60年代 70年代 虽然 都有通胀 但是 其实工资 和工资 通胀 差不多挂钩 是亦步亦趋 甚至会高过 所以 人的生活 是有改善的 当然 这是其中一个 就是科技发达 因为我们的 物质生活改善 但是 你计算 实质工资 adjusted for inflation 也是有增长的 但是 自从新幼回潮以来 这三四十年 总的趋势 就是这个实质工资 停滞不前 但相反 企业 利润的增长是惊人的 这个当然是法国经济学家 皮克提 Thomas Piketty 可能有五六年前 六七年前 不止 不止 10年有多 就是发表那本 21世纪资本论 Capital in the 21st century 其实都是在说这个 所以 但是 这个新自由主义 还有一件事大家要留意 很多人说 没错 刚才我都说过 你这个新自由主义 很善于创富 创造金壁辉煌的财富 华尔街那些 当然你看看 迪卡比奥做的那套华尔街人狼 你知道是什么一回事 但是他也会创造贫穷 就是说财富的分配是极其 会不均匀 就是 不患寡 而患不均 所以你要保持这个社会的稳定 我们就要 进行一定的财富再分配 但是你知道 财富再分配这个字 在美国差不多是粗口 因为 因为他们很成功 利用一种叫做反共情意结 如果你看过 澳本海蜜 你知道那种恐共的 情意结是多么强烈 你说原来澳本海蜜是亲共的 那你已经死了 那个麦卡锡时代那种 白色恐怖 但是其实这种恐共情意结 在美国是很强的 很强 所以你一说那样东西 你不用说他共产主义 你说他社会主义 哇 那些人 就被之侧吉 就觉得他是红水猛兽 你说他是socialist 所以 实际上 你一说到 其实奥巴马当时也有提 他那时候竞选 We have to spread the wealth a little 就是这个phrase 就是这个说话 spread the wealth a little 把财富稍微分一分 已经立刻被人 捉住来说 你是不是说socialism 你是不是说communism 所以你说要 提高社会福利 社会保障 让社会比较稳定 如果不是 就币家伙 但是很多这些自由经济 的拥护者 理论的拥护者 就会跳出来大声疾呼 千万千万不要这样做 你这种做法 所谓劫富济贫 就完全是好心做坏事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样 你不用说你一定要加税 实际上 你就会打击那些人的投资意欲 你就会打击那些人的创富 我们的创造力 同一时间肯定是有福利 养烂人 这样的argument 所以 是万万不可 我们要做的 真正要做的 就是要继续致力于促进经济的增长 因为只有当整个社会的财富增加了 穷人所获得的份额 即使没有增加 他的绝对值也会增大了 他的生活也会有所改善 也就是说 要把蛋糕做大了 我们所谓 外国通常他不用蛋糕 他用派 make a bigger派 就是我们吃的派 所以 人人都会受益 这个才是黄道 这叫做水涨船高哲学 The rising tide Lift all boats 这个理论 这个其实就是著名的下滲息 或者是滲敌式经济学 那个理论 Trickle Down Economics 但是说真的 这个在80年代初 有他的市场 也加上供应免经济学 直接要向有钱人减税 但是事实证明 很多学者 全部都有数据 这个所谓下滲息经济学 那个承诺 基本上是没有怎么兑现的 这样 预期中的这个下滲息的繁荣 其实刚刚相反 这个所谓繁荣共享 就变成了一个上滲息的 财富转移 我们就叫做Trickle Up 就是说财富不断 向上面来集中 所以那个贫富懸殊 越来越严重 是吧 所以这些数据我都免得说 因为大家都看了很多很多 就是说全世界 最富有的1% 的人是占了全球的收入的多少 或者是全球最富有的20个超级富豪 他的总财富是等于 差不多人类一半的人的总财富 诸如此类 就是多到不得了 其实这些数字 是吧 但是没办法 因为资本主义 他是不断地宣扬这个神话 就是说 喂 你也有可能会变成那个超级富豪 是吧 因为这是一个自由社会 只要你努力 一定得 是吧 这样 于是每个人 都是美国 就叫做美国梦 这叫做American dream 是吧 所以他就利用这种东西 来去哄别人 好了 所以这种东西 实际上普罗大众 包括中产阶级 你知道 其实中产阶级是最重要的一环 过去的百多二百年 某程度上很多人就说 为什么马克思所预言的什么 无产阶级革命 没在很多西方富裕国家里爆发 你说什么两极分化 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 因为马克思看漏了一件事 这种东西就叫中产 就叫中产 中产 中产阶级 中产阶级包括很多专业人士 所谓的 所谓的管理阶层 就是管理阶层 企业管理阶层 这就成为了 所谓阶级的分化和冲突的很大的缓冲 叫buffer 但是 最近这几十年 中产阶级是不断受到冲击 不断受到蚕食 大家可能都听过 日本有个学者叫大前言一 十几二十年前 都写了一本书 他就是说M型社会 M型社会正正就是 本来 社会上无论是以收入财富来说 应该有一个中型曲线的类似 我上次说 做化还是教化 说IQ有个中型曲线 但他说不是了 大部分人应该在中间 这个就是中产 但是因为中产受到磨蚕 于是两极分化 小数人 极小数人 变成很富有 超级富有 但是 大部分人就向 低下阶层那边 中低收入那边流动过去 所以 由这样的形状 变成M型 所以M型社会 他就这么说 所以你想想 无论是工人阶级 甚至是中产阶级 日子是越来越难过的 是吧 有些真的要 不仅是两夫妻出去做事 还要几份兼职 才可以导入 甚至是欠债 尤其是 零八金融可笑之前 那些人甚至把那家当作提款机 将他 在案 案上案 保持自己的生活的水平 自我感觉良好 但是零八金融可笑之后 并加火 于是那些人的生活 越来越难过 但是这一班 上面的统治阶层 仍然坚持这种 经济发展模式 这个就是 人类经济发展的 康庄大道 他们真是有冤无路数 所以其实他们累积了 非常之庞大的不满 甚至是愤怒 而这个就是造就了很多 村粉 村粉就是这样 其中一个 因为世上 可以说是令人惋惜 也讽刺 你以为说比如 工党 上台 是不是会 稍微改变呢 比如英国工党 97年 贝里亚上台 击败保守党 当然 现在他有工党 又重来 但是其实没有改变 甚至很多人说 贝里亚之下的英国 其实走资走得更劲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 更走到极致 美国 又以为美国有黑人总统 他也经常说 转变转变 应该是标榜社会公义 上台执政是不是也好呢 谁知道原来也是换汤不换药 最后推行的政策 也是 一样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 是为主的 所以是没有实质的 根本性的改变 普罗大众的苦放 当然还有 刚才也说过 零八金融海啸 在某些西方国家 都有人要负责 有些银行家 金融大额负责 但是美国 他们的势力真是大 华尔街的势力是很大 直至 犯错的人 是没有一个受罚的 没有一个正式 要坐牢 所以更加令人 非常愤怒 接着就要说一件事 这是经济的层面 这些就叫做 精英阶层 所以当时特朗普对希拉尼 已经说了他的真名 不是真名 就是我们用的那个名字 就是川普 中篇也说 如果用广东话 他们不是询得那么严格 就不一定是黄标 但是当年 特朗普对希拉尼 其实真的是 希拉尼之所以输 当然有很多理由 他离谱的电邮 用自己的帳户 但这也不是最主要的 是一个深层的原因 因为人们对希拉尼 所代表的那种 精英阶层 已经是彻底失望 亦是极其不满 甚至是充满愤怒 所以他是希望能够有一个人 是离去 真是 跟他们对抗 于是就有人 这个就是 说真的 某程度上 一个社会发展到这个地步 必然有人会利用这个形势 当然希特拉当年30年代初挖起在德国 上世纪30年代初 都是因为社会 很多人有不满 经济非常非常差 当然这个就牵涉到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战胜国 对战败国 帝国 超级苛刻的条件 那些 所以都是他们一手造成的 所以民众 竟然会投票 希特拉 希特拉是投票投上台的 为什么会投到希特拉呢 其实这些就会出现 梟雄 这些梟雄是什么呢 他就非常善于 利用这些民众的不满情绪 你可以说是煽动民众 甚至是 狡猾民心的这些政客 就是应运而生 承世而起 其实我们这个侵袍 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他把自己打扮成一个 救世主 或者是为民请命的英雄 对抗这些超级权贵阶层的精英 希特拉就是代表这些阶层 每个都在哈佛大学毕业 耶鲁大学毕业 但是不断推行这种政策 这种政策 其实普罗大众也不太明白 因为他不懂经济学 甚至更不懂政治经济学 所以他们只是感到非常愤怒 非常不满 有人出来说我是为民请命的 我对抗这些 无耻的权贵精英 于是他就 很大很大的支持 好了 这是经济的层面 接着来大家都知道 更加更加重要的一个 就是 移民这个问题 移民这个问题 其实我在 哪一集呢 人人活到百二岁里 其实我也有分析 真的 说真的 这些西方发达 的国家 富裕国家 你以为他真是开善堂吗 他真是跟你这些 第三世界的人民有亲吗 为什么他会大开门 让你进来 做移民 做国家的公民呢 说真的 都是利之所在 就是因为 他的 劳动力 如果一下下降 的话 工资就会上涨 就会影响资本家的利润 我都分析过了 所以 输入外劳 是 维持 他那个成本 压低 成本的 一个 不易发援 其中一个 好了 所以呢 其实他移民就是为了 补充他的劳动力不足 维持 资本家的利润 是吧 所以呢 很多就是 技术移民 另一个就是 投资移民 他也是贪你的钱 要么就是贪你的人才技术 要么就是贪你的钱 所以呢 好了 这些政府 为了要提升 所谓的经济竞争力 于是大量搞移民 但是这些移民 是真是会 对当地的 工人阶级 第一 不用说 就是抢他饭碗 第二 就算抢不到也好 他都会 因为他真的可能 劳动力不够 但是他也会拉低 工资水平 这两样东西 是直接影响到那些工人的利益 生活的 是不是 抢饭碗 拉低工资水平 还有 全部就是佔用了很多社会的资源 社会福利 不用说 房屋 医疗 教育 这样 冲击是很大的 这个一个就是移民 当然 这些移民 还要连结了很多 西方国家 以前在殖民主义时代 那些殖民地 其实很多是来自这些 殖民地 那些人最终要去那个宗主国 比如我们香港也有很多人想去英国 一样 你知不知道 很多中东 非洲 其实很多以前 全部都是这些欧洲国家的殖民地 那些人就觉得 你 曾经殖民 搞到我这个国家那么惨 但是现在来说 我生活很困难 我想移民 我第一想 去移回以前的宗主国 殖民宗主国 所以你想想 很多人去意大利 其实非洲 也有很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 以前 有些人去法国 法国才多 是不是 所以呢 其实大家要 连结了以前的 殖民的历史 于是他们 很多人去了 带来很多冲击 另一个就是 文化和宗教上的冲击 是不是 那你就是说 他的文化又不同 他又包头 是不是 他食物又不同 这样 经常有很多 生活的行为 习惯又不同 这样 当然最后就是宗教 你也知道 整个西方基本上是一个基督文明 基督教为主的文明 但是很多这些来自 中东亚非洲 都是穆斯林 他们都是 信奉回教的 那么回教和基督教 大家都知道 曾经是 极其水火不相容 十字军东征 大家都清楚 所以很多人来说 西方仍然都觉得 这个回教 就是 威胁到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这些是异端 对于他们来说异端 但是越来越多 但是我们在社区里面 这些信仰这些异端的宗教的人 这些穆斯林是越来越多的 他的心就一定不开心的 是不是 所以这个移民潮 好了 接着还有就是 难民潮 是不是 不仅是移民 移民也说你选过的 你要 专才 优才 你要人才 技术 投资移民 有钱 但难民 真是惨 他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条命 就是因为 过去这么多年 很多这些殖民地里面 那个政局都非常动荡 这个原因当然很复杂 以前就有美苏争霸 但是很多很多都是殖民地 当时遗留下来的 很多的 经济又不振 以及种族与种族之间又会纷争 比如卢旺达 那些 就算是说真的印度也是 印度根本就是 印度教 和穆斯林 巴基斯坦和印度 其实都是英国人 遗留下来的很多问题 其实可以做得好很多 于是 引发了很多难民 特别是战乱 例如敘利亚战争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持续了多久 制造了多少难民 非洲也是 但是 这些难民 一直涌入到欧洲 是更加冲击那里 的人 有很多人甚至 这些可能就是犯罪分子 最近年澳洲也出现很多这些问题 纷争 反对党就以此来攻击 这个执政党 影响我们的社会 所以 一来就是 刚才说过阿拉伯之春 阿拉伯之春 其实也是一个 我觉得是非常可惜的 就是说他2011年 那时候最先就是在特尼斯 特尼西亚那里 爆发了莫里花革命 然后就一直波及到其他 蔓延到其他国家 很多是北非 和中东 那些人是什么 他就是说要推翻这个 极权专制 那我们应该是全部支持的 但是西方国家当时 基于种种的理由 很多都是自私的理由 他所谓的地缘政治的考虑 石油 对抗俄罗斯 什么都好 其实对这一帮 渴求自由民主的人 推翻了 这个 专制的政府 但是不要忘记 当时有很多专制政府 是亲美的 比如埃及 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例子 穆巴拉克 但是他推翻了之后 其实西方那个 国家 特别以美国为首 就是没有真正来去 辅助这些 新生的一个 民主 的国家 反而仍然是延续他传统的一种新殖民主义 的那种思想 所以使得很多国家 其实那个革命 是完全未完成 甚至是开倒车 所谓阿拉伯之春的结果是令人非常非常失望的 是吧 于是 政局继续动荡 甚至出现很多内战 制造了很多难民 好了然后加上还有什么 就是 全球暖化 气候变迁 所引发的 气候难民 我们叫climate refugees 说真的很多人都说 其实敘利亚战争 产生出了很多难民 有很多不只是因为战乱的问题 亦都是因为他居住的地方 已经那个生态环境 已经是不断的恶化 恶化到他都没办法维生 是 才变成了难民 所以这个移民潮和难民潮 当然有些难民潮就是 所谓有政治庇护 有些政治庇护 但有些纯属是经济难民 就是带来很大的冲击 但是最先西方国家对这种情况 都是 没有充分准备 措手不及 又引发起很大的不满 在民众里面 所以特朗普 很明显就是打这张牌 第一 他就大肆评击中国 我们叫做China Bashing 这个又可以得到很多人心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 为什么我们这些工人阶级的情况这么差呢 就是因为 中国是抢了你们的饭碗 殊不知 大家知道 那些跨国企业将那条生产线 完全 搬过去中国 这个 中国有本事抢吗 是你心甘情愿的 是你当然赢中国 我是用很多方法来吸引你来 但是我吸引你 我不是用枪指着你的头要你来 你这些资本家去都是利之所在 因为你觉得这样做 就可以大大压低成本提升利润 所以其实是真正主动的那个是美国的那些商家 即是资本家去的 但是特朗普不是 因为你这样说 是没什么用的 但是你把他给一个外敌 外敌就是中国 他把他抢了我们那些 饭碗 所以令到工人那么惨 所以我就要惩罚中国 于是就是贸易战 不用说了 还大大声地说 我就要把 所谓的产业 那些工业制造业 抢过来 就要在美国做 Made in America 所以就要 令美国再次伟大起来 再工业化其实都非常之讽刺 以前是Deindustrialization 现在是Reindustrialization 三四十年前那段已经说 我们进入这个数码的经济年代 我们还需要说产业吗 原来那些全部都是假话来的 现在要再工业化 但是说真的 这个就是一片的空话来的 因为你现在美国之所以 哇 你看这么多的 比如在这个 那些公司里面 卖的东西便宜得这么交关 是吧 那个 那个叫什么 突然间 那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 这个叫做Kmark 美国死了 突然不知道叫什么mark 里面的那些货品 林郎满陆 但便宜得这么交关 就是因为Made in China 你说原来 将那些制造业的崗位 全部拿回来 以美国的工资水平 和中国的工资水平 你的货物的成本 一定是大幅上升 所有的 东西都 突然间 美国的通胀 都不知道 会增加多少多少 那些人 以这样微博的收入 更加叫苦连天 所以这个完全 就是哄你的 根本就是说 所以你是回不了转头的 有小部分 哎呀 撞撞的可以回到转头 但是绝大部分是回不了转头的 是吧 所以这个是经济 这个就是说 难民就是 移民就是在墨西哥那里 美墨边境建一幅墙 我们现在要重新 檢视移民政策 甚至完全堵塞这些难民 墨西哥建一幅墙 不要让人涌进来 这个就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所以这个受到很多人的欢迎 其实某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有道理的 我们经常说这个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 可能就是一个很负面的角度来看民粹主义 但是其实我们要比较上 用一个开放的态度来深入了解 为什么会有这些民粹主义的出现 有一个温床 为什么会出现 但是我们不去处理那些问题 你一天不真的解决那些问题 一天都会继续有这些 民粹主义 好像特朗普这些 所谓 救民于水火之中的 自认为英雄的人出现 当然另外 还有 真是又是一个好吊诡 亦都很可悲 就是对抗全球暖化 其实也是会 引发很多民众不满的 因为在过程里面一定有痛苦 因为以前 说真的那百多年 我们不断洗脚不抹脚 不断来用一些超廉价的化石燃料 煤、石油、天然气 于是就享受了这个繁荣 虽然最主要都是那小撮的超级富豪 但是其实也有受惠的 普罗大众也有一定程度受惠的 但是 其实我们是OD overdrive 我们是透支大自然的 自然生态的 环境 现在 正所谓出得离行 就预料要还 就是说 你现在 没有犧牲、没有痛苦 怎能够挽救到现在的祸害 因为现在的祸已经出来了 就有很大的灾难 其实已经发生着了 全球暖化气候变迁 天天都发生着了 但是你现在说我们不作牺牲 怎可能挽救呢 但是你说作牺牲 你叫哪些人作牺牲呢 叫有钱人牺牲 叫他搭少一些私人飞机 是吧 说真的 第一他不会这么做 第二他数量也是少 就是超乎富豪 所以你实际上 要进行牺牲 你的社会政策一定会 令到普罗大众受到冲击 令到他的生活的淡子 百常加根 是吧 特别 譬如现在说 美国是 但欧洲才是 欧洲现在的所谓极右抬头 其中一个都是 那些农民 刚才说了工人 但其实农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虽然人数不多 但影响很大 因为在法国也试过 其他国家 欧洲也是 那些农民 零排放的政策 要我们做这些做那些 或者这些不能做 那些不能做 我平时做开的 现在不能做 其实是 大大打击我的生活 我的经济 我的收入 是不得了的 所以你说 要作出牺牲才挽救到 但那些牺牲的 原来就是这些普罗大众 于是又做了 民粹主义 对不对 所以 其实 就是说 你这个 好像 川普 这些人 为什么会 有机会挖起上来 竟然还有那么多 死忠的粉丝 是期来有 自卑 是有很深远的 根源 包括新自由主义 过去四十几年 所造成的祸害 贫富悬殊 极其严重 是吧 就是那些 年轻人 所谓社会的向上流动性 那个upward mobility 就是越来越低 能够可以自己 买楼置业的机会 已经是渺茫得很紧要 所以就出现了躺平 是吧 躺平的现象 就是一种 对这一种 消极 的一个反应 但是在躺平的 你没有得选举的情况下 就是躺平 我们伟大祖国 神州大地 没有得选举 但是有得选举的呢 我就要拼一拼了 因为你们这班这样的 受我这么高深教育 每个都说 叹得不得了的 超级的 精英阶层 搞到这个世界变成这样 我就不如 投马丽纳旁 譬如 好像在法国 马丽纳旁 为什么这么多选票呢 是吧 因为 叫做 nothing to lose 还他死定就死了 我就不如 拼一拼 因为他们这些 far right 就说 我们可以为民请命 所以 其实 其来有志 是绝对 有原因的 当然 我还没有说 有很多就是跟文化有关 刚才也说宗教有关 包括在美国 确实 再连结了一班 就是那些 相对地 所谓的保守点 很注重传统的价值 譬如他觉得 近年尤其是民主党 那些推行的 关于同性戀的 运动 LGBTQ IA plus 他们是很 不开心的 对于很多人 美国还有很多人 很保守 特别是 奥巴马在任内 突然 用一个 行政手段 绕过立法 令到同性婚姻 合法化 他觉得 绝对不能接受 还有很多所谓 transgender 现在我们去厕所 没有分男次 女次 当然 那些人 就叫做左交 其实在他们的眼中 民主党 已经是左交 其实很有趣 在美国来说 何来有左 民主共和 一定是右的 因为你是 奉行资本主义 奉行资本主义 就是右 但不是 对于他们来说 在文化的层面 这些人就是左交 又是同性婚姻 又是 鼓励墮胎 这些人又不能接受 甚至是大麻的合法化 鼓吹一个 道德上完全是堕落的 放任的社会 这样 所以这些人 又是 看不过眼 对于这个 民主党 所以 共和党不同 共和党 我们经常都坚持 就是 我们要 维护这个 传统的 核心价值 家庭的价值 这个对我 这样 所以 其实你要明白 这个 村粉 他背后 那个心理 是有他的原因 为什么我会选一个这样的人出来呢 所以 如果我们 要 抗衡这种发展的趋势 其实我们要挖得比较重要 深一点 我们要明白到 其实整个 西方社会 其实 全世界都是 出现了什么问题 我们要如何扭转 但是很艰难 因为 特别在美国 他那种洗脑 那种反共情意欠 是很强的 所以譬如 桑德斯 你知道 Bernie Sanders 当时 大家都觉得他是 左翼 左倾 其实他也很受到很多年轻人的欢迎 特别是08金融海啸之后 有一大班 成辈的年轻人 特别是那个叫占领华尔街的年代 突然间醒觉上来 但是到了最后 在法国就有黄背心运动 但是 最后也是被打压 因为他这个主流的势力 实在太强了 所以也有很多人觉得 桑德斯不行 我接受不了 桑德斯就是共产党 他是社会主义 大了交 所以任何的转变都是很艰难的 你一直不转变 维持下来 新自由主义的 这些超级权贵的精英阶层 于是 有很多人就没办法 我情愿去投资 其他人 甚至像川普 不会支持民主党这些人 所以 其实 是这样的 这就是我自己的了解 分析 跟大家分享 大家 觉得又是怎样呢 同意还是不同意 有什么补充呢 非常欢迎大家 在留言 多一点 大家互相交流 好吗 今天的分享到此为止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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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